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 在澳門報章發表追憶母親的長篇連載文章 被微信禁止轉發分享 分析認為與內容敏感有關 將韋聰報導 溫家寶的媽媽在去年十月月離世 在這篇標題為《我的母親》的文章中 有四分三的篇幅是回憶媽媽的一生 她在文章中提到 小時候雖然一家人過著艱苦的日子 但媽媽仍然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 有一天她在家上撿到一分錢 回到家被媽媽發現被打到掃把都爛了 令她從此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不是自己的錢一分都不能夠拿 幾十年來都沒有違反過 溫家寶又提到 03年出入五國務院總理的時候 媽媽寫信給她說她在這麼高的地位 沒有任何靠山得來十分不易 但國家這麼大 人口這麼多 很難做到完美 但要求她做到上通人禍 謹記沽雪難成臨 到07年即將進入第二屆任期之前 媽媽寫給她第二封信 提到過去五年的成就 是用心血換來的來之不易 很多事情要一一完成 效果能夠達到一半就借天借地 提醒她要和大家同舟共濟 平平穩穩度過五年 溫家寶在2013年卸任 她說退休八年以來一直很少外出 經常陪伴曾患腦血管生失的媽媽 文章最後遮著懷念母親 說出她心目中的中國 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那裡永遠對人心 人道和人本質的尊重 永遠有青春 自由 奮鬥氣質 文章最先經澳門渡報 三月底起 分四篇連載刊出 日前 經一個微信公眾號轉載 開始在內地網絡引起廣泛關注 但網民很快就發現文章被禁止轉發分享 理由是涉及違規 有曾經轉載過的媒體也紛紛刪除文章 在微博也搜索不到相關內容 外界有分析認為 可能是跟她在文章尾提到 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這一段的內容有關 有網民在Twitter上坦然 連前領導人都有這種待遇 更何況是普通民眾呢? 有線電視記者 張愛聰報導